參加兒童流感疫苗支助計劃 給孩子多一分保護 什麼是兒童流感疫苗支助計劃? 衛生署在2014年至2015年度 繼續推出兒童流感疫苗支助計劃 以鼓勵合資格的香港兒童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由2014年10月6日起 兒童前往已登記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可獲政府每劑港幣160元的支助 若兒童從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他將需要接種兩劑疫苗 我的主女是否符合資格獲得政府支助? 若要獲得政府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的支助 你的子女必須是香港居民 和年齡介乎六個月至未滿六歲 或六歲或以上 但仍就獨於香港幼稚園或幼兒中心 未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縱援、計劃家庭 或持有有效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的合資格兒童 可於2014年11月3日起到衛生署母英健康院 免費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免費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家長需支付多少接種疫苗費用 家長可以優惠價 即原來費用 扣除政府支助金額港幣160元 到已登記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例如私家醫生的收費是港幣280元 在疫苗支助計劃下 家長只需支付港幣120元 請注意 不同私家醫生的收費可能有差異 為提高透明度 私家醫生會在後診室張貼的 兒童流感疫苗支助計劃海報上 列出接種疫苗所需的費用 同時已登記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名單 和其收費也會上載於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www.chp.gov.hk 家長、葵和其子女到私家醫生診所 接種受資助季節性流感疫苗的步驟 1.選擇一位已登記參與2014年至2015年度計劃的私家醫生 2.帶備子女的香港出生證明書或香港居民身份證 2.如沒有以上證件 請攜同其他旅遊證件證明其香港居民身份 3.約子女年滿6歲 3.但仍就讀香港的幼兒院或幼兒中心 4.請帶備子女的學生搜查 4.或學生證 5.或接送卡 5.並向醫生提交一份影印副本 5.或提交學校以蓋印的學前教育證明 5.家長可在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www.chp.gov.hk 6.下載學前教育證明 3.帶備所有疫苗接種紀錄 例如針卡 供醫生參與 4.前往該醫生的診所 讓你的子女接受醫生回診 並表示你同意使用疫苗資助 5.填妥使用疫苗資助同意書 5.如果家長請受託人 例如親友、老師、融人、 葵同子女到醫生診所接種疫苗 5.家長需在此之前 填妥並簽署有關同意書 6.診所職員將替兒童開設 或填妥醫健通戶口 7.子女接種疫苗 8.使用政府資助付款 9.妥善保存疫苗接種紀錄 10.衛生署人員可能會聯絡家長 以核實疫苗接種和使用政府資助事宜 9.魚肉獲取更多有關資訊 9.請瀏覽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9.www.chp.gov.h 9.或致電2125-2125查訊 9.請瀏覽衛生防護中心網站